123到台湾 台湾有着阿里山 阿里山上有神木 明年反攻回大陆 这是1950年代 我们这个年纪的小孩子 小时候常常念或者是唱的一首童谣 我们小时候就唱着唱着 觉得他非常顺口也非常好听 但到底为什么 没什么人知道 反攻大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他就是个险学 那个年代我们所谓的就是 汉贼不两立 要不咱们统一中国 要不就是被对岸统一了台湾 中国只有一个 这就是存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信念 但123到台湾 那个123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123自由日 今天刚好是1月23号大年初二 我们回娘家刚回来 我就想录这一集来说说123自由日 因为我们小时候眷村里面 很多叔叔伯伯 他们把衣服一脱下来 或者手臂拉上来 身上都布满了刺青 我们那个时候称他为爱国口号 我想把这些我看到的字 或者是图案 跟大家讲一遍 或许对岸的同胞听起来会非常刺耳 但他就是两岸对峙下一段残酷 又悲情的历史 而这些叔叔伯伯 他们只是这个大历史时代之下的悲情产物 我们常常看到他们身上刻的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再加上一个国民党的党会 前面刻的通常是反共抗恶 另外一边贴的就是杀猪拔毛 杀的猪就是猪德 拔的毛就是毛泽东了 而背后常常刻的是金中报国 优有胜者身上刻的是一颗心去台湾 一条命杀共匪 我相信很多在眷村里面 跟我有同样背景的好朋友 你一定看过周遭有一些老兵 一辈子没有结婚的叔叔伯伯 他们身上刻的就是这一些字 在后来两岸开放探亲之后 这些好朋友想把身上这些印记磨掉 其实还花了很多钱 我曾经问过很多这些叔叔伯伯 他们跟我说 当年就是因为韩战的时候 他们是中共那一边派到北韩 去协助北韩打韩战 也就是所谓朝鲜战役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代2月韩战爆发 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 好像到了1950年的6月还是7月 中共方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就投入了战场 那个时候投入战场的据说有30多万人 到了隔年1951年 朝鲜战争或者韩战结束了 双方阵营就在韩国的板门店谈判 而当时双方阵营各有许多的战俘 而其中有两万一千多名战俘就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志愿军 到了1954年的1月23号这一天 才决定了他们的去向和他们的命运 后来当然双方都在战俘营里面有做了一些工作 让他们自己决定你到底要去台湾还是要回大陆 他们每个人就根据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走进一个联合国设立的帐篷当中 一边门出去就是要去台湾了 另一边门出去就是回大陆 一旦走出那个门 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头 也没有办法再做选择 两万一千名中国人民志愿军里头 其中一万四千名后来选择要到台湾来 其中七千名就返回了大陆 当然大陆方面的报道通常都只会报道这七千名 宁死不屈选择回到大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而台湾这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在新闻里面看到 在1月23号这天反共议事来到台湾 也就是那一万四千多名身上斥着反共抗恶杀猪把毛的老兵 在那个时候这些人可都是年轻人 可都是意气风发的中国军人 为了自己的理想 为了自己的报复 选择来到台湾这一个反共基地 或许现在我们看起来这是一些可笑的举动 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情境之下 怎么会有人选择抛家弃子 来到台湾这一座风雨飘摇的古岛 但当初就是有一万四千多名的反共议事来到了台湾 而到台湾的那一天就是1月23号 所以中华民国政府就把1月23号定立为123自由日 而每年的1月23号 由世界上各个民主自由国家 就会召开一个123自由日世界联盟大会 来庆祝或者是纪念这一个值得可歌可泣的日子 也纪念民主阵营与共产阵营之间的斗争 谁输谁赢 姑且不论 谁好谁坏 我想也不大会有绝对的定论 但这真的就是那个年代 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下 最悲情的小故事与产物 我想在台湾很多眷身的好朋友 都会看到有一些孤苦无依 一辈子没有结婚的老兵 就在台湾逐渐凋零了 60年前 这些人真的都是怀抱着理想 一心来到台湾之后 能够随着老奖返攻大陆 可是到了60年70年后的今天 他们都早已经90多岁了 真的还能够好好活下去的人 我想已经不多了 这也是随着时代 逐渐凋零的一段小历史吧 我想为什么今天还来提一下 这段小历史呢 因为123自由日 早就在1997年 已经被改名为世界自由日 所以现在的小朋友 早没听过123自由日了 听过这个呢 大概都是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以上的好朋友了 让我们一起缅怀这段 属于我们自己走过的历史 让我们一起回忆 我们身边这一群当年怀抱理想的老民 当然清楚 我们都清楚 韩国的大韩国 39年 在韩国北韩打仗的时候 美国人 42年 43年 就结束了嘛 过来一万三千多人 附属一万三千多人 问他们愿意回大陆 美国人就叫做回大陆 不愿意回大陆 就到台湾来 结果有一万三千多人 到台湾来 我拿着当副连长 分了四个的 我们连着 分了四个 分了四个 不知道 还有两个调皮的四传人 结果赶一半都跑掉了 为什么 他抛到台北去 说啥意思 他条件没有找出 结果找台北去游行 回来一会抓来一会 就把他找到军部去了 123自由日嘛 就是那一天 他回来那一天 纪念他 嗯 小时123自由日 他们冲 就是那个时候 现在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又冲了 冲成叫 天幕 不是叫 竹木 后来改 竹木 天幕 天幕就是 意思什么意思 关在那边 消息都不通 没有闲台 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什么 同性器材也没有进步 关的紧紧 外边老百姓 根本都不知道 天幕 把他们关到台北 熟通 太往来 又都活着自由了 叫做自由日 123到台湾 台湾有座阿里山 阿里山上有神木 明年反攻回大陆 123到台湾 台湾有座阿里山 阿里山上有神木 明年反攻回大陆 了 inc 超渐 以死 台湾有座